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猪肉 猪肉 还有肥肉 放入料理机 加入冰水 接着把姜用刀背敲扁 一会儿用来取姜汁 朋友们把姜剁成姜蓉 然后用纱布包好 取12克的姜汁 那么一半打细腻之后再加入另一半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料理机或者扩壁机的脾气来 鸡胸肉搅打至这么细腻就可以了 你看 非常的细腻 越细腻口感越好 接着我们来调味 加入生抽40克 石油盐10克 白砂糖28克 鸡汁20克 这种浓缩鸡汁可以买到整瓶的 再加12克的姜汁 香料的话 胡椒粉13香5香粉各2克 红曲粉 喜欢的加不喜欢的可以不加 这个只是添加颜色用的 对口感没有影响 最后加入240克的红薯粉 接着我们把调料全部搅拌均匀 注意以上是1000克肉馅的配比 如果你做500克的话 所有的调料减拌 朋友们这是揉装好的状态 完全不黏 接着我们来灌馋 接着我们把准备好的 淀粉肠装进灌馋器 装好后开始灌馋 这个是食用级别的塑料 这淀粉肠灌好之后 用绳子给它扎上 在中间段的时候像这样子捏一下 捏一下这样子会比较好扎一点 淀粉肠的粗细和长度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 朋友们我做了7根淀粉肠 我做的是那种比较大的 灌馋的膜尽量买细的这种吧 像我买的这么大的 而且我记得太长 到差一点找不到锅子来装它了 接着我们来煮淀粉肠 冷水下锅 朋友们带水煮开之后 立即调成最小火 再煮40分钟 好了朋友们时间到了 然后把煮好的淀粉肠捞出 头凉于冰水中 我们取一根煮好的淀粉肠 用剪刀剪开 其他没吃完的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保存 然后将这个淀粉肠的膜剥掉 哇这个真的是跟买的一样一样的 然后给它打斜刀 那么接着我们来煎淀粉肠 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温上来之后呢 下入淀粉肠 用中小火慢煎 煎至八面金环 淀粉肠煎至这样八面金环就可以了 非常的香 然后我们把多余的油沥掉 关火 趁热撒上烧烤料 和葱花 太香了 朋友们 朋友们这样做的淀粉肠实在是太香太香了 自己在家做 安全 卫生医又健康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去试做看看 朋友们这样做的淀粉肠 蛙面焦香酥脆 里面又香又嫩 红水的边 自己在家做的真材实料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去试做看看 非常非常的香 朋友们自做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点赞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能不能给阿辉点个小星星呢 阿辉先谢谢你了 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 麻烦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学习进步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